民養工庁發生火災之後 對中央到電風降幕 六時這個建築物 跟消防安全管理 引起多塊關注 立委今天就就相關的部會 針對到火災請求以風頂面向 進行轉案報告 就立委這期說 這個民養在工庁裡面 頓潮過關這兩三十八過用法文 這個報告裡面 所完全都沒有提出問題 不過今天如果問到這個消防管 在訴求助工序 裏正部長林悠昌 以往是表示說 這部分需要盡情可入 民養國際大會 憔悴行動結束 這次造成嚴重師匠 請求讓人家出 公共危險部片 超過關注數量 為中央到地方相關安全管理 甚至出現所事 管制密度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是用到一項 我們就要全部把它當作是 化工業來看 但還是針對這一項做管理 我想我們會一併來 把這個問題好好做 做好檢討 議員邀請 內政部經濟部 跟小峰訴者的黨員 正對火災請求進行轉案報告 不過有立委批評 民養在數學工庁 放下過關節三十八過用法文 報告當中 稍完全沒有提出問題 民養不只在三十八 定期有老用品 不用去一年兩次 發洽洪災的年以外 要立委這期 今年政度要求將 國港青澳平面為地道 雙團混沌作為救災必要組織 這一點好親像也沒有落實 工廠平面配置圖 這個沒有落實 這個案子我們要查一下 可能沒有這個資料 這個集合的部分 可能要加強 不能只是只靠書審 是 我們跟這兩個區塊 正在跟縣官部委來討論 保安小峰跟建部 各行安全管理 各事都一直出來 不過事故發生之後 小峰官又提訴求要做工會 按算扯到要領受開度來抗議 他的身份是公務員 這個跟要組工會 這個其實是有一些 體制上的一些問題 被漢格 是不是要做工會 雷政部議員在考慮 雷政部因為任務有創新路 會在十位設施 所以記載小峰政府跟上官單位 前提訴求來討論 記者總合報道